结婚后让我不能忍的一件事 大学毕业后 我跟我男朋友在大城市 找了份稳定的工作 然后就开始一起努力了 奋斗了两年 也同居了两年 我们打算结婚 毕竟很多像我们一样大的人 早就抱着孩子上幼儿园了 虽然我们也很羡慕 但是结婚不是过家家 再三考虑后 我跟老公都见了双方父母 我妈是城里人 我在家是独生女 我的意见就是我妈的意见 我妈认为只要我能幸福 都会支持我 而我老公家里是乡下的 他还有个妹妹 对我也挺亲热的 每次见面都喊我嫂子嫂子的 我说我跟你哥还没结婚呢 他说这不快了吗 也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之后在双方父母的同意下 我嫁给了我现在的老公张药 我婆婆也在结婚当天 给了我一个他们祖传的镯子 当时我们两家 也各出一半钱买了新房 在这结婚没多久 我老公的妹子又到城里找工作 也就是我的小姑子 她刚来的时候因为不小心 在伙子在吃饭时 钱包被人给顺走 现在是身无分文 只能找到我们 那时候我老公看她妹妹可怜 就让她别乱跑了 先回我们家住几天 等找到工作再说 于是小姑子就跟我们夫妻 两生活在一起 她没钱了 我老公就私下拿一千多块 给她零花 我这个当嫂子的治安也没意见 觉得小姑子现在遇到困难了 总不能说不帮吧 可是她这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每次晚上吃饭 期间我问她找到工作吗 她说面四了几家 都没找到合适的 要么是人家不要 要么就是需要特别专业的技能 我听了后大概知道了她的情况 就安慰她说 你要是觉得大城市不好找 实在不行 先回乡下也可以 可是我老公听了不高兴 说我是什么意思 要把她妹赶走啊 我说我没赶她呀 我就是说这个道理 她现在在我们家待了一个月 什么都没做 与其这样耗着还不如回家 我老公就转头对她妹说 别听你嫂子的话 你就把这当你自己家 想住多久就住多久 晚上睡觉前 我又拿着事给老公说 我说你妹在咱家白吃白喝一个月 天天什么也不做 她都这么大的人了 总不能靠我们养着吧 你现在让她在咱们家住 这里住多少时间 我老公就说 哎呀 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就这么小气呢 结婚前你不也是这样呀 她又不是外人 家里又不是住不下 她就跟我们住一起怎么了 还能把你给吃穷了呀 行了 这事就这么决定了 别再说了 这件事没过多久 我婆婆也搬过来住了 当时我并不知道婆婆要来 下班时候我看婆婆来了 就说妈 你什么时候来的 来之前也不打个招呼 我好去接你 婆婆笑着说 你工作那么忙 我怎么好意思呢 我让我女儿接的我 然后小姑子就对我说 嫂子 我把我妈接过来 跟我哥讲过了 我哥同意我妈跟你们一起住 我傲了一声 没说太多 直接走进了卧室 看着如今这个家 一点都不像是个家 反倒是我老公 跟他全家人的家 什么都跑这里了 真想把这里当避难所 老公回来时我问他 为什么你妈过来住 不给我商量 你没一句话你就同意了 我老公说 我妈年纪大了 以前的老房子经常下雨 潮湿 对她身体也不好 现在咱们不是买了大房子吗 我就寻思着把咱妈接过来 跟我妹住一屋 这样也好照顾 呵呵 你可真是个大笑子 那是不是我也要把我妈接过来 两家人一起住得了 你看你说的什么话 你现在嫁到我家了 就是我们家的人了 你怎么搁不着老板外拐 你妈那做的条件比我妈好呀 她来不是找矛盾吗 你们全家人问过我的意见吗 什么事都是你妈 你妹 还有你做决定 那我呢 我的意见就不是意见了吗 现在我告诉你 明天开始 他们都得搬走 你什么意思 你别忘了 这个家房产症 虽然写的是你的名字 可是这钱 我妈也是出了 你凭什么让她搬 就凭房产症 写的是我的名字 我爱让谁住就让谁住 啪 老公一耳光打了过来 直接把我的嘴角扇出了血 我告诉你 你不要得寸金次 我捂着被打得发烫的脸说 你妹找不到工作 来找我照顾我忍了 现在你妈也过来住 还想着让我照顾 干脆你把你全家亲戚 都叫过来照顾得了 让你照顾难道不应该吗 她是老人 你一点孝心都没有吗 我妈刚过来 你就想赶她走 你这心真狠呀 最独莫过妇人心 我看你就是个坏女人 我瞪着她说 这个家过不下去了 我们离婚吧 还有 我不是坏女人 我就是看不惯 你们一家人的做法 你要是真想跟你妈过 那这个家是你们的 我走可以吧 一想走就走 没人拦你 不就是离婚吗 多大点事 你这种女人 我还就是看不惯 我妈累死累活 把我养这么大 不是来看你脸色受你气的 她是来享福的 你这种女人有多远 就给我滚多远 就这样我与她离婚了 难道就因为 我不想照顾她妈 赶她妈走就错了吗